好46夜打开 那我们今天的进度 大概会把2-1上完 不是大概是一定 然后2-2会把四族开个头 所以今天是46夜到55夜 看起来课本页码很多 但其实中间你翻2-1到2-2 它有一些是额外的一些补充 所以我们这一节课的进度应该还好 那对各位来讲 这一节课比较重要的是 有一些组织 有一些宗教的 以及等一下会谈到的社会组织 它的时间定位要掌握好 那通常跟我们先前讲的 中古跟进士的分隔有关 所以你时间索再拿出来 不要忘记中古跟进士的分隔点是 安史之乱 对安史之乱 所以汉末未进 一直到唐中叶的安史之乱 这个叫中古 好那进士的话 就是唐中叶后面这一段 以及宋元明清 好那我们从这个点开始谈 好那我们上回谈到道教的两个派别 一个是太平道 一个是天师道 那像宗教就是中古时期形成的 他跟当时动乱疾病大流行 人民感到痛苦是有关系 那这两派道教我们上一节课有谈过 有一派后来消失了 被汉帝国整个消灭掉是哪一派 答案也在上面啊答案 太平道太平道 好所以一派后来投降曹操留下来了 天师道 一派是因为跟汉帝国PK失败了 所以从历史上就消失了太平道 那我们上一节课因为讲这一章 是大概讲了 你知道两派的共通点是 腐水治病 好大疾病 然后大医疗的时代 可是我们现在讲他在政治上的命运 一个翻船了 一个持续的行驶 我们先来看翻船的这一派 那翻船这一派是 掀起了黄金之乱 那课本请各位看到在 四十七页四十六页的地方 那这张地图你先把一个地点圈起来 它是东汉的首都洛阳 洛阳因为是首都 各位知道皇帝在这边 然后大官都在这边 军力也在这边最集中 那黄金之乱一开始在西元184年 你在地图旁边的184年把它圈起来 当他这一年爆发的时候 哇震动汉帝国 因为整个离首都非常近 而且没有想到信这个太平道的人这么多 感觉当时汉帝国四面楚歌 而且这一场动乱 你看课本那个184年 你看不出它的严重性 你写一下 它从184年到205年 它是一个持续超过20年的动乱 那我们这学期只要是讲动乱 我都会跟各位讲它延续的时间 像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一场把那个 西晋王朝颠覆的叫做八王之乱吗 那个16年 所以战乱打了16年 16年不就各位现在的年纪吗 一辈子都在战乱 以人的那个时间长度来讲 那现在更久比各位的寿命还久 那因此20多年的时间 各位看到的就是整个汉帝国元气大伤 那当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黄金贼这是官方的称呼 这些太平道的人力量非常大 因此汉帝国做了一个权宜之计 他把军权就直接给了这一些地方官 那这些军权给的地方官其实就是把这一些 就是后来这些刘表 曹操 董卓 这些拥有军权的 我们就是三国的英雄人物嘛 那你知道权力放出去就收不回来 所以为什么汉末群雄割据 跟黄金之乱其实是有直接关系 那这样动乱又打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那各位看几次的首都的包围站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特别注意到太平道先起黄金之乱 动摇汉帝国 那当初这个太平道兴起的时候 他们有一句口号 一句收梗 那各位看一下我不知道课本有没有 苍天已死有把它画下来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现在这个天要完蛋了 我们知道天其实就是朝代的意思嘛 还记得天命迷藏吗 天要垮了 苍天已死 那什么叫皇天当立呢 这一套跟武德宗史说有关 我们前面讲过统治的正当性 那武德一开始是相克 后面一德是不是克前面一德 那后来发展出相生 也就是前面一德已经气数已尽的时候 后面是不是有一德会接续他而生 那我们现在讲的大概往往东汉是流行五行相生说 五行相生说各位看一下 汉一般定义它是火德 那如果是相生火会生土 那土又是黄色你现在就看懂了 黄天当立 也就是火德气数已尽啦 现在是不是土德取而代之 那土德是黄色嘛 所以这些太平道的人就在他的手臂 绑上黄色的布条 所以他们为什么官方叫他们黄金贼啊 因为他们绑黄色的布条就是根据 五行说五德宗史说嘛 所以各位知道这一套其实在整个中国的统治正当性 他是在流行的啊差别在哪里黄金之乱是不是后来被汉帝国平定了 平定我们叫叛乱嘛 可是各位想如果是另外一种结果 他赢了呢 他取而代之了是不是 他怎么样 革命 革命好就叫革命 然后他是不是就变成另外一个正统王朝了 这传统的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嘛 当然这一群是败者为寇啦 好那我们看到因此 他们传的这一派在当时 我们虽然看他失败但他一定很有吸引力哦 因为当时这个几十万人铺天盖地的叛乱 好这一派我们交代他了消灭 那这一派比较聪明 后来就投降了在北方曹操的势力 因此就继续发展 这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其实最早这些道教团体 他们是政教合一的组织 教主同时也是政治领袖 好所以像这个张仁以及他的子孙 先后继承张天师的这个职位 那投降曹操之后 曹操也欠人才嘛 就把这些天师道里面 就是政治有一些敏锐度 或者有一些才能的人就把它吸收进来 好所以他们就一方面当官 一方面继续传他们 这一派天师道的这一些理论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后来这一派的发展就很好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道教 基本上是指他们 那我们这边再指出一个 不管是失败的太平道 或者后来投降的天师道 其实早期的道教就有一个特色 那我们从太平经来看 太平经是太平道的经典 那它里面是把两个东西相提并论 那这个叫申国病治 你也可以写在那个地图的旁边 申国病治 就是说一个人要身体健康 跟一个国家要治理的井井有条 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差别只在于大小嘛 人的身体是一个小的单位 国家是一个大的单位 但它原理是一样 那我们从这个申国病治 我们也很容易看出阴阳五行 对于整个当时的思维的影响 因为阴阳五行这一套 是不是把五行的这个秩序 放在所有的地方 人体的五脏六腑嘛 政治上的五德嘛 所以它其实讲大讲小 讲人的身体 讲国家的统治都可以哦 好吧宗教跟政治紧紧结合 那所以这一套为什么当初 会吸引这么多底层老百姓呢 它一方面跟你治病 然后说你的病好了 然后又一面跟你讲 这些治国的大道理 然后又说把你的病治好 跟把国家治理紧紧有条 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哦 老百姓就听了 不是这老百姓听了就觉得 很有道理啊 那为什么现在政治这么混乱 然后这些官员这么腐败呢 所以这些很浅显易懂 同时也可以做一些 具体的例子的比复 好那这个是中国道教 从太平道 天时道 一直到等一下我们要讲的 魏晋南北朝 这一套都留下来哦 政治跟宗教的结合 好所以你也留下印象 那再来我们要看的是 魏晋南北朝的发展 好46月最混乱的这一页 我们算讲完 也就是政治的过程 各位会比较难理解了 好请看到47月 好47月就是整个魏晋南北朝 道教道教很像是鸭子滑水 他慢慢的改变自己的形象 他慢慢的让自己 从一个叛乱团体 各位知道对政权来讲 叛乱团体是不是就会 那个警报大响啊 这个感觉上就是对我有威胁 那可是魏晋南北朝 道教最大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 他从被打压的叛乱团体 变成统治者自己信道教 那我们看这个简直就是 这个叫什么 180度转转弯 甩尾 怎么会有这样的过程呢 从平民道教到士族道教 那我们来看这个过程 因为他蛮惊人的 好但课本其实有一些线索 请看到47 48页 我把两段摘录在这边 但都课本文字 但他一开始对平民有吸引力 是因为平民从当中找到一些 他亲近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好平民就埋怨世道不公嘛 哇政治腐败这些政治人物都在乱搞 好那这些对这些人来讲 道教提供某种心理的安慰 当然身体也治疗疾病啊 好可是从一开始 他也有一些元素 对这些上阶层的统治者士族 可能是可以拿来用的哦 什么东西呢 修道长生成仙 我们讲过道教的一个渊源 是不是神仙方术 不死成仙嘛 这个是多少人 只要他的人生活得快乐的话 他就希望可以永续下去嘛 所以人如果可以不死 继续的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该多好呢 你这边就看到平民跟这一些 上阶层high class的人想法不一样 这些人搞不好痛苦到想要马上死去 上面这一群在动乱的时候 底下这一群是不是还是过他们 物质很繁华的这种生活啊 所以他会希望生命永续下去 那因此光这一点 他就足以吸引帝王啊 富贵之家士族之类的 追求长生的需要 有具体的修道之法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道教在这里 他一下符合平民百姓的需要 一下又符合士族帝王的需要 道教其实跟自助餐一样了 就你要夹什么都可以嘛 你今天看到自助 你知道去自助餐的快乐 就是你有选择嘛 当然另外一种不快乐 是没有一个想选的啦 但是现在道教是属于那个 福华饭店等级的宝贝哈 哇看每个都想夹哈 喜欢什么夹什么 所以是不是士族就夹他喜欢的 平民夹他喜欢 大家夹的不一样 但是不是都在同一个buffet 这块里面 好来道教就是这个特色 所以我们讲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 其实是同一件事 我们一开始不是讲他的来源 非常复杂吗 所以他要用洪荒之力把它组织化 好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好处就是因为他的成分很复杂 大家各取所需 就跟吃buffet是一样的意思 好体会一下 好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魏晋南北超 我先讲课本47页 这一段大家大致上看得懂 好那因此我就在这边把几个 道教从底层 走到最上层 最上层就统治者嘛 好他的几个大的方向 因为我讲大的方向 你再看课本会觉得 感觉调理 就是梳理的比较好一点 好第一个 他没有组织嘛 他很散漫 他元素很多 所以他就模仿佛教 这两个宗教在魏晋南北超 都是战乱崛起 那我们如果以组织来讲 佛教是本来在印度就有一个 有形 并且很有系统的组织 什么组织就出家人的规范 出家人的团体 那这个佛教的组织 再来到中国的时候 到教就边看边学嘛 他组织很完整 那我就学他的组织啊 你在读书嘛 看旁边同学 哇笔记整理得很好 那我也学做笔记好 是不是其实这很自然的倾向 因为他是同时在发展 然后同时在争取老百姓的支持 那如果放在我们今天就跟 Seven跟全家一样啦 Seven如果卖一款蛋糕 抹茶的卖得非常好 请问全家如何是好 对啊就也卖抹茶蛋糕啊 这种事应该不是第一次发生吧 他卖茶叶蛋我也卖茶叶蛋 然后我还用一种什么特殊的 什么铁观音茶叶 就赢他一点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学他 然后再做一点变化 这边道教就学佛教的组织 再做一点变化 然后再吸收儒家思想啊 这一点更容易 我刚是不是讲身国并治 治国就儒家专长嘛 儒家专业 所以我是不是在把这些儒家的元素 跟我原来讲的养生之道 跟治国之道 本来就是一套道理在合在一起 好那这个词请掌握住 中国历史上经过魏晋南北朝 佛教道教儒家思想 你浓我浓 彼此化不开了 浓情化不开了 好因此这个叫儒是道三教合一 儒是儒家思想 是释迦摩尼就是佛教 道就是道教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台湾史起讨论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去一间庙都搞不清楚 佛教还是道教 反正就民间信仰啦 这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要 刻意的区隔彼此 反而相互去学习 所以这个特征是隋唐颂元明清 包含清帝国来到台湾统治 这个都保留下来哦 再来 确立道教的理论仪式组织 跟神仙谱系 那我们一句话就是他的组织化 也就是说道教很本来很散漫嘛 出家人的体系现在把它建立了 然后道教有哪些仪式 哪些组织 然后道教神明超多的 各位知道这个一群神明 那我们批语成是一个家好的 也有谁是长辈谁是晚辈嘛 就把这些神明整个列出来 以前有人列这个道教的神明 是用一间那个公司 的那个组织去列 就以道教来讲谁是CEO 玉皇大帝 然后谁是什么位子 然后谁是属于那个 那个跑腿的状态 土地公 就是位阶整个就是从上到下 这样子来组织化 那理论等一下我再谈 理论其实就是长生不死这一套了 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 银河氏族统治者的价值观 就是本来是大家信的这一种 你现在高级化 那你说有什么差别吗 有 如果你在底层平民的 会有一些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 老百姓觉得可以 可是氏族就会觉得 哇这些东西好像搬不上台面 我就不要用 那我直白讲好了 传统道教最早有透过性行为修炼 这些就被去掉了 反正现在社会新闻有什么东西 那些往往都很久以前就有了 好所以这一些东西就被 帝王氏族认为不登大雅之堂 是不是从经典从一些教义的内容 就要把它去除掉 所以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找我可以用的 把我觉得不好用的去除掉 合法化高级化 那我们当然这一页是 只是告诉各位理论 可是大家就知道 道教是往这几个方向在走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几个关键的转折人物 好请先看到葛宏 葛宏在哪里呢 请看到图2-7 把葛宏圈起来 好然后还有一个人叫寇千枝 寇千枝在47的第二段 第二行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寇千枝 我们课本现在也道教好像就 只提这两个人 所以各位不妨这两个人 铭记一下 以前一下四五个人 你是不是受不了 两个人还可以 好那我这一张是帮各位整理 时间跟空间 好就时间来讲 东进葛宏比较早 所以葛宏是第一个建立 道教的理论体系最重要的 那个中流砥柱的位置 好那寇千枝 各位看时间就比较晚 已经是南北朝的北朝 他待在北方 他的时间比葛宏来的晚 那所以我们再从这个 这边来看 北方南方我也帮你分隔 那以前课本会提到陶宏井 现在既然没有提 我就把它弄比较浅色 就是你要看也可以参考 但这两个是课本有提到的 好那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 先谈葛宏 好葛宏那个炼丹 你也把它标记起来 那这个是早期 长生不死的方法 那我讲长生不死 各位要知道 这个在宗教是特别 所有的宗教都会处理到 生死的问题 好简单讲人死后要去哪里 道教在全世界的大宗教当中 最特别的是 其他宗教都在跟你讲 死后要去哪里 好佛教死后去哪里 你们讲 上一节课才提过 西方极乐世界 但弄不好就下地狱了 好然后基督教呢 天堂 好弄不好也下地狱了 然后一善教跟基督教 这些是类似犹太教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宗教先后的差别 道教呢 道教跟你讲 不用死 不用死 长生不老 永远留在人世间 道教之所以是中国式的宗教 它很反映中国式的思想特色 中国式思想特色是什么 它会关注在现实人生 所以现实人生以外 就是人死后嘛 或者前生 这些东西它关注不多 所以你如果去看诸子百家 当然他们积极的有消极的有 思想的面向不同 但他们的思考 着眼点都是在现在 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 好可是各位知道 宗教要处理的就是下一个世界 来生嘛 结果道教还跟你讲 不用死 我们最好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就呆着 那就呈现了 所以葛宏就是这一套修炼可以呈现 确立他的理论体系 怎么做呢 来炼丹 所以炼丹两个字 你要特别注意到 炼丹各位觉得成本高不高 炼丹高 炼丹就是各位在化学实验室在做事情 所以他们那些行李要吃了一堆有毒金属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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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那拱啊 就是放题嘛 吃到饱的概念嘛 一直吃这样子 不会死吗 你怎么知道不会死 死蛮多人的 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炼丹 第一个你要有那个丹顶 是不是要有一个炉子 好然后那一些成分都是很昂贵的 你说千跟拱是毒物但它也蛮贵的 所以你要找到这些东西丢到丹顶去炼 这一般人成本是负担不齐的 所以它其实概念上来讲跟 腐水治病一样 都是要延年益寿嘛 可是各位知道腐水治病是不是 成本低效果好 效果好不好不知道 成本低是真的 腐水嘛 好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炼丹 是不是丹顶然后去炼成丹药 这成本高 所以光丹顶跟腐水 你有沒有发现这就是阶级的差别 丹顶是跟士族帝王有关 一般人练不起 那腐水治病 那些帝王 士族又看不上眼 所以这刚好分别阶级 所以整个葛宏代表就是 道教的高级化 这是一个 好那这个炼丹会有什么后果 等一下我们再略提 再来一个它融合儒道 它就把儒家思想 跟道教的理论结合 说穿的还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套 申国病治 好那它的一部书籍 课本不知道我们这个名字 好像没有 好你写在旁边 写在葛宏旁边 爆铺子 好爆铺子是葛宏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那很意外的这本著作 代表各方面的成就 爆铺子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部经典 爆铺子也是道教宗教理论的经典 爆铺子还是中医的经典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大道士 同时都是中医师 中医跟道教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各位知道在高中毕业之后 读医学系 在台湾除了西医 是不是还有选择是中医的那一块 中医那一块你就会去读一些 我们现在在历史课本上会碰到的东西 好但皇帝内经我们是没提过了 但像这边的爆铺子 这些都是很早期的著作 但现在中医还在看 也对于他的那个医学的实物跟临床 的治疗是有一些就是理论的后面的支撑 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爆铺子 他的内篇讲的是神仙方药 这个比较接近道教自己的内容 当然会谈到中医相关的也是在这个部分 就是狼灾却病就是让身体健康 好那外篇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社会就是这一些社会安定治国的大道理等等 所以这个内是人的身体的治疗 外是整个国家整个太平安康 好我们看到这个身国病治又有一个对应 好那葛宏认为什么呢 修仙固然是炼丹的这一套 固然是要炎炎益寿 但整个修炼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建立工业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好所以你除了自我的身体的保全之外 你还要出来嘛积极的俗世要当官 要有益于老百姓嘛 那我们看到这个特色是一开始在太平道 跟天时道就有的特色 而被葛宏发扬光大 好那各位看到这一套 儒家也有 道教自己原来的路数也有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扣千枝 扣千枝请看到课本在四期的地方 好那扣千枝已经是五胡乱华之后 留在北方了哦 好你把第二行画下来 兼修儒教信守五常 五常是仁义理智信啊 还是儒家的一些规范 那会用五的通常跟阴阳五行事有关 那所以我们看到扣千枝 至少从你刚刚化现的 是不是跟刚刚葛宏有点像 儒家也有道教也有 那这个扣千枝它是在北魏 所以什么叫转型官方宗教 就是他帮北魏的一个皇帝服务 哪一个北魏的皇帝 北魏太武帝 各位还有印象这个皇帝吗 我们先前在哪里提过北魏太武帝 三 有五的都有 好来这边可以加分 三五之祸 三五之祸 三个名号上有五字的帝王 是不是摧毁了佛教 好你现在连在一起了 为什么北魏太武帝会摧毁佛教 因为他信道教嘛 这个大道士就是帮他的啊 扣千枝啊 好有的信道教的帝王 不一定会摧毁佛教 但这一位是基于道教 他把佛教当成是对立面 就排斥他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扣千枝就是帮北魏太武帝服务 因此当时的北魏是信道教 但我觉得这是北魏比较特例的 因为北魏大多数的帝王 是信佛教的 好那这边我们就当一个参考 好那我这边附带提一个 跟我们课本无关 但我觉得蛮有趣的点 魏晋南北朝 名字当中最后一个字有 知字的特别多 扣千知 你们还想到谁 王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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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陵知 王陵知 王家 王家 对王家的 知 最后一个都知字 东京有个大画家叫顾凯知 好那 诶 诶 是巧合吗 还怎样是流行 大家都知字 有大学者研究出来 凡是魏晋南北朝 名字最后一个字是知字的 全部都是信天师道的 这是宗教留在他们的名字 各位觉得这一点意外吗 好像也没有很奇怪 因为释迦 现在是 对对 释迦 那是出家人 这边这不是出家人 可是各位知道 现在如果是基督徒 有一些是会把圣经的一些名字 或内容 也反映在他自己的名字上面 我的意思说 就这个逻辑本身是不是不意外 对 但你会意外的是 你不知道原来这是天师道的 好来 知字的都是 那能研究出来的是 大学者陈颖雀 我是没有时间谈他 但能够研究出这一点 真的很厉害 好 那就是一些大道士 前后做了一些努力 道教就升级了 变成士族的道教 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个道教 在魏晋南北朝四百年 简直就是大变身大转型 汉末还是叛乱团体 不是在那边 苍天已死 荒天当立 刚才讲 我要改朝换代 那我们现在讲的东晋南北朝 已经是士族道教 超高级的 光那个丹儒抬出来 就已经很兵士开出来 是一样的意思 修炼成仙 建功立业 有儒家 自己原来 这些士族就有的底 再把道教的修炼成仙带过来 好我们再跨一步到唐帝国 我是接课本这一段 因为他有提到老子在唐帝国 特别受推崇 唐帝国其实是把道教 视为国教 那这跟刚刚北魏太武帝不一样 北魏太武帝只是他自己 一个皇帝 他前头都信佛教 可是唐帝国基本上是 整个唐帝国都把道教 当成是国教 这很特别 为什么呢 他们第一个就说 老子李儿是我们李家的祖先 这随便他讲的啦 姓李也都一家 姓李也都一家 好这个答案好 来奉李儿为主 所以老子姓李明儿嘛 那各位知道唐帝不就是李渊李世民 李世家族吗 不过这个只要是太久的祖先 都不可考了 他说是就是了 好那因此唐帝既然奉老子为主 然后把道教视为国教 有没有什么在政策上反应的呢 有有 好像道举你可以写在课本 老子那个地方 道举是我们课本没提到的 道举就是科举当中有帮道教留一块 考道教经典 考道德经 所以我们都以为科举考试就是考儒家的五经 对比较大的比例是这样子 可是唐代另外他帮道教保留了一块 那这一块就是反应在道教是唐帝国的国教的这个前提之上 如果你有听懂的话 那我再帮各位提到唐帝国其实后来也有一小段的佛教跟道教的竞争 还记得五则天曾经被视为弥勒佛吗 因为五则天是不是要串唐帝国的皇位 以唐帝国来讲他是不是串位者 那既然唐帝国是信道教 他就用佛教跟他对抗 所以宗教跟政治的关系 我们等于是没有放在一起讲 但陆续也提到好几个点 那可是我们看一个长期的趋势 有没有看到道教本身就是越来越受统治者的推崇 后面时代也有了但我们就时间上不允许我们就不讲了 那这个是炼丹 这个是随身攜带丹药 这跟曼希尔雷敦一样 放在身上 那吃饱就来一颗 那这个就是克药 我讲的是字面意义的克药 他们真的在克药 那刚同学已经有提到 这些炼出来的丹药富含重金属 都是千根拱 那他们吃下去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的身体反应呢 会 身体会发热 他们就觉得哇这效果很好 其实这已经是轻微重金属中毒了 但他们就觉得发热了表示有效嘛 因为身体有产生作用 那通常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去散步 就是要去稍微身体要活动一下就搭配 可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那我们今天怎么理解这个过程呢 他其实这样子散步才可以避免毒发身亡 那实际上吃这些丹药毒发身亡的人 前仆后继一大堆 有人统计过唐帝国可能有四个皇帝 是因为服食丹药而死 哎皇帝也没几个 有四个就因为这样而死 当然是疑似啦 可是我们是不是知道他的风险蛮高的 所以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几百年的时间 为了延年益寿 最后是搞到小命提早就丢掉了 那因此我们看到课本在48页 请翻开 那这一套当然是早期不死成仙主要的方法 课本这边你把它加工一下 道教修行的方式原来是炼肝腐蚀 因为目标是长生不死 你注记一下这个叫外丹 外丹就是把这一颗外在的丹药 吞到身体里面去改变身体啦 目标是长生不死 但我们知道死太多人了 后来人觉得不对劲了 所以大概到禁世就是宋元明清之后 炼丹这种风气就消失了 当然成本太高也是一个原因啦 后来也没有氏足这一群人 所以课本这边写的后来你把它加上禁世 宋元明清之后 就大概炼丹的这一种流行 就已经慢慢的走到尽头了 开始发展出内外兼修 那特别重是什么呢 这句话再来 养神调气之法 写一下这个叫内丹 内丹的概念就是 把你自己当成一颗丹药来练 练自己全身 各位在操场跑步 就是把自己当一颗丹药来练嘛 你在饮食嘛 吃这些养生的东西 也是把自己当一颗丹药来练嘛 所以概念上是相同的 但做法上是不是不一样 比较积极一点 我自己就是一颗丹药 我要把它练到很有效 比较健康对 这样讲也对 那这种比较健康 还不是只有 自己的那个什么肢体活动而已 人的健康是包含了身体健康 跟心理的健康 心理健康也很重要 清心寡欲淡薄名利 不要随便生气 不要追逐名利 不要什么随便就想要考第一志愿 这种地图炮 因此 就是养神调气之法 就是注重自己身体跟心理的健康 那各位知道这一套就 没有什么太高的门槛嘛 所以也符合近视一个 平民崛起的大众社会 这个时代众生平等 也再也没有士足这样高贵的存在 所以这一些道教的修行方法 目标可能是差不多的 可是随着时代的区隔 随着时代的特征 它也会有一些演变 那像这一套方式有一个道教的派别 我们课本因为后面就简略就不讲 你可以写下来 像这一种什么清心寡欲 淡薄名利 养神挑戚 宋元的全真道就是一个代表 但全真道全真教 各位就会 如果看金庸的 就会想到一些画面 就是自己会脑补 然后是一堆武功高强的人 可是全真教 其实就是道教 在近世崛起的一个新的派别 那他跟我们前面讲的天师道 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比较强调这种内心的修炼 我们讲的淡薄名利之类 所以就跟先前的道教会 呈现比较大的差别 好我们这个部分讲完 接着请看到课本 在四十九页 好四十九页是佛教道教讲完之后 他讲一段民间信仰的部分 好你先把标题写一下 这边的民间信仰 我们先定位他的时间在近世 近世就是唐后期宋元明清 那民间信仰会蓬勃发展 是因为近世本来就是 民间的力量蓬勃发展 就民间啊经济发达 我们不是讲过 这时候开始用货币吗 经济越来越繁荣吗 所以反映在民间的力量 就是也会有一些 老百姓自己的信仰跑出来 那我们上一节课有提过 这些信仰跟宗教不一样 宗教他会处理生死的问题 他会有一大套的经典 信仰比较简单 而且信仰比较符合你马上的需要 就是大考要到了 我要上台大 文昌帝君赶快拜一下 这是信仰 现实就是你去跟神明求一下 我要上第一志愿 上了我会来还愿 再来我会一个月吃素 举例 像这一些就是有一个 互相交换的这一种 比较像信仰 那这边我就不太提了 课本讲 庙宇是整个地方 乡里的中心 然后大家去烧香拜拜 是不是顺便联系 那个附近邻居 还是朋友的感情 因为会在那边碰面嘛 遇到神明生日 其实就会有一个很大规模的绕境 很热闹等等 那我们因为台湾史的宗教 也有提到 甚至各位在家的附近 如果有一间大庙还小庙 这是不是也常看到 所以这个特色我就不特别谈了 大概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 还有的 好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 它跟政治的关系 请看到49页最底下 这一段地方 好有两个字你把它圈起来 收编 收编是这里的关键 好绿色标题 收编民间信仰 收编是指政府把民间信仰 拉进来 拉进跟它的关系 拉来拿来做自己的用途 好那为什么可以收编这些信仰 官方觉得这些民间信仰 提倡的东西也不错嘛 各位知道 妈祖本来是一介女子 是不是林默娘 然后她一开始会被崇拜 是不是保佑海上的平安 那唐宋之后 那个士博士各位知道了 唐宋之后 不是海上贸易很发达吗 那祈求海上平安 这应该是一个 官方也觉得应该要有的事情吧 好那就把妈祖的信仰带过来 然后历代的帝王 就帮妈祖一直封更高的位置 更高的位置 所以妈祖我们现在是立班叫天后 天后已经是女性传统最高的位置 好那再另外一个关公 那关公当然易捷金蓝 讲义气 那讲义气在一个商业 越来越发达 人到处流动的时候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应该要提倡的 道德的尺度 所以这个东西也被官方收编 提倡 但关公比较特别 虽然关公是确有奇人 我们知道是关羽嘛 可是关公的信仰 其实跟关羽那个历史人物 没什么关系 跟三国的故事有关 所以他是从小说蹦出来的人物 各位知道三国的那个小说的就是 故事小说的内容跟历史事实有很大差别吗 所以我们原则上去拜的那个关公 不是真实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的关公 而是虚拟的那个小说的那个形象 好那这一些明清时期被推崇 官公最后变官圣帝君 各位看帝王的形象 也是抬到最高了 好那你把这句话下来 朝廷借由推崇地方神旗 将控制力渗透到地方 那我们把第一章跟这里做一个结合 我们知道传统官方派到最基层的官员 是不是叫支线 那一个支线我们讲过 他管二三十万人 其实有点鞭长莫及喔 所以今天我如果可以用这种 老百姓也信得很虔诚的信仰 然后我官方不时就表达 我对这些信仰的支持 是不是也可以拉拢民心啊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 传统帝国就是我叫老百姓干嘛就干嘛 翻船的帝国也很多嘛 改朝换代的事情是不是 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 所以这种比较软性 迎合民间的 官方如果可以做 他会做 像妈祖跟官公的信仰 可是各位看到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因为这一些信仰 官方拉拢可以跟民间站在一起 可是有一些真的吞不下去耶 因为这一些民间的信仰 有可能是针对官方的喔 他是站在对立面的喔 就像我们刚刚讲 一开始道教是不是也是叛乱团体 这一些民间的信仰 也有可能蠢蠢欲动喔 他有庞大的动员能力 如果他一旦是埋怨官方 谴责官方 他就有可能变成政权潜在的威胁 所以对于这种就不是收编 这种就是直接给他消灭掉 直接打压他 什么东西呢 白连教 课本只有举一个例子 白连教你翻到五十页的地方 那白连教会危险 我们上学期有讲过 因为白连教信的是弥勒 弥勒是未来佛 会信未来佛就是你对现状不满嘛 所以你期待改变 那对现在的政权来讲 你期待改变他的警报声又大起了喔 是不是我就是被改变的那个朝代 所以他会很care他就会想要去消灭 所以白连教历代都是叛乱团体 南宋末年他们起来反对宋帝国 蒙古人统治的时候 他们起来反对原帝国 后来在清中叶的时候 他们也起来反对清帝国 清帝国这一场课本有一个专有名词 你画下来清中叶大规模抗清 叫川楚教乱 那这个词以前同学都不太理解 我现在讲详细版的 你不知道你就写这一行写下来 川楚教乱就是四川湖北 湖北一个字也可以叫楚 四川湖北的白连教作乱 教就是白连教在这里 所以你看他宋帝国也PK过 原帝国也PK过 清帝国也PK过 这很明显只要有白连教先打压再说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我们再看到的是还有一个 先把这一行写下来 还有一个是我们上学集提过 但课本这边没有谈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罗教 罗教也会让统治者的警报声大起 那罗教跟白连教有点不同 白连教是因为他信弥勒佛 我们知道未来佛对现在的政权是警训 那罗教他是把原来的佛经 各位知道什么金刚经 连华经 这些文言文都很难 所以罗教的教主罗清 他最早是把佛经浅白化 用白化还押韵 跟我们现在流行歌曲的歌词一样 一句句是可以唱的 那很多人信了罗教 以为他在信佛教 因为其实他都是原来佛经的观念 他只是把他的形式 弄得很浅白押韵 是不是一般老百姓要接受就很容易了 他符合这个民间蓬勃发展的时代嘛 所以他不是佛经 他叫宝卷 但概念上是相同 那对政权的威胁来讲 他不像白连教动不动 就会起来什么反抗政府等等 可是第一个他对正统的佛教有威胁 所以佛教会藉由政治力去打压罗教 因为品牌相近嘛 大家讲的都同一套东西 他吸引力更好嘛 因为他用更浅白的方式 吸收更广大的群众 再来一个 罗教后来也跟白连教扯上关系 所以扯上白连教 又扯上叛乱团体 那你说罗教不是罗教 白连教是白连教吗 但这些民间信仰的特征就是freestyle 他可以自由连结 他想跟谁串一下 连一下 那连起来之后 官方就会认为他是叛乱团体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边 也帮各位解释 好我们二字一讲完了 那表格你来不及抄拍一下 我们先跳到第二节 因为我要先开一个头 等一下 我们下一节再讲的时候会比较快 来翻到五十四页 好表格待会再抄 剩五分钟下课了 我们在二字二 我们接续来看的是 宗教以外的社会组织 那课本的标题 之所以用形形色色的原因 就是太多了 那这个太多 我觉得对各位来讲 二字二就是detail很多 很琐碎 然后你会记很多 两个字的名词 但其实你记不起来 好那因此第一个 在五十四页的最上面 这个时间轴 好我们刚上课是不是讲 中古是一个大段落 近世是一个大段落 好你现在把这一些 二字二会有的名词 全部丢到这一些大段落 所以中古有氏族嘛 人上人 那近世也有中族 中族跟氏族有一些基本的不同 但他们也都是血缘的联系的 就是家族的组织 好第二组是商业组织 同一种性质 我用同一个颜色 这样各位比较好对照 好所以近世有行会 那这边各位看到 还有一条分界是第一 大家发现 各位不妨把 宋元明清的近世 再分成两个阶段 姑且叫近世一跟近世二 那我现在也在讲近世 是不是在讲 这段时间经济蓬勃发展 那近世一跟近世二 其实它的特征相似 但是只要是同一个现象 在近世二 往往是近世一 这个阶段的加强版 乘以二或者乘以五 所以如果说近世一 就是安始之乱以后 经济蓬勃发展 那么第一大发现以后 就是经济更蓬勃发展 我觉得这个观念 对各位反而是难的 因为它是不是同一个现象 同一个方向 所以你会理解成是一样 方向是一样 但是程度是不一样 好 因此 行会代表是商业蓬勃发展 那商业极度发展就是商邦 好 再来一个民间慈善 也有一个近世一 先有社舱 社舱跟益庄 到了近世二 就有善会 或者叫同善会 它也是一个更蓬勃的慈善事业 社会的救济的组织等等 好 这张只是 先让各位有一个 就是知道说我们这一节 会谈哪些名词 才不会看到的时候 一时惊吓 然后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 各位没有一个表格 或时间轴超完的 我又要跳下一张了 好 那我先把中古的氏族 开一个头 我们今天会54月55月 先大概讲一下 原来在中古 有一群人上人叫氏族 他不是法律规定的 就是社会普遍 就觉得这一群人尊贵 那就是因为他不是法律规定 所以他会有很多代换词 你可以叫氏族 这个氏是不是generation的意思 世代传承 你也可以叫氏族 用这个氏代表 他有知识的背景 当时知识垄断 他们家族很有可能有竹简 有经书 好 再来他们又可以叫门法 门法有点是我这一家在地方上 就是一个一方势力的存在 门法 氏族 氏族 这些称呼都自由代换 所以各位再来看到哪一个名词 都是一样的 那他们的行程是一个几百年 就是在社会上慢慢长大 然后变成特权的一群人 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大地主 他们在旱代 因为他垄断了经书的竹简 因此他很容易当官 后来在魏晋南北朝 又透过九品官人法 巩固他们的地位 那到了西晋就已经承认他的特权 他底下的人不用缴税 他底下土地也一大片面积不用缴税 那我在这个表格当中 是很简单的把课本五十四页 做成一张表 但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这四个时期累积实力的 不一定是同一群人 可是这些人当中有重叠 他只要重叠越多的 是不是他的实力 就会累积的越大 同时他的实力也会延续的最久 所以我们再讲的是 那个重叠的部分 那个别的家族有没有可能他是大帝族 后来到汉帝国的时候就吃土了 也是有嘛 所以个别的家族会有升降 可是我们如果这四个因素叠在一起 就是后来有一些家族 就真的几百年累积下来 经济上也是一等一 知识也是他家垄断 政治上也是他们家历代在当官的 那这些就已经是士族了 那这一张我们简单看 好再来我们看到课本五十五页 把图二支十六给他五颗星 好这是一个五胡乱华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最大的一场动乱 就是五胡乱华 好画得不错 好五胡乱华 北方大乱了 好呼人建国 那原来政治中心西晋政治中心在北方 在洛阳 好那北方大乱之后 这一些人上人世家大族 就面临一个抉择了 我是要待在原地还是搬家 那各位知道如果是一个人决定 是不是比较容易 如果是一个大家族要决定要搬家 是不是知识体大 所以当时这一些本来在北方的世家大族 他们就有两种不一样的态度 后来决定不搬家的留在北方的叫俊姓 麻烦各位把北方世族 在五十四页绿色标题写一下俊姓 但我们课本现在是把这些专有名词去掉了 但我是觉得放上去比较好讲 来俊姓 那也有家族最后忍痛就说 哎我们还是到南方吧 北方这么乱 来南方的乔 我们是不是解释过这个字 到南方不住在故乡的叫乔姓 那乔姓在哪里呢 请看到五十五页 不要标在那个绿色标题 标在绿色标题底下一行 北方南习的氏族 写一下乔姓 说文解字哦 先定义先弄清楚 好可是很麻烦的是 南方本来就有自己的氏族 乔姓是北方迁到南方的 可是南方本来已经有地头蛇的氏族 叫什么呢叫吴姓 吴姓你写在哪里 好同一行 吉利拉隆 有没有看到江南氏族 江南氏族他就不是北方迁来 他本来就待在南方嘛 他叫吴姓 他会叫吴姓是因为 三国的时候这个地方 本来是不是孙吴的领土 所以会命名叫吴姓 所以你现在有三群氏族哦 五湖浪华之后待在北方的 好讲出来叫什么 俊姓 五湖浪华之后迁到南方的 乔姓 原本就在南方的 吴姓 这三种你记起来 那我们大概比较重要是谈 匡匡的北方的俊姓 跟迁到南方的乔姓 他们的命运在五湖浪华之后 有一个两极化的发展 我们下一节再讲自由下课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